明播报道 海洋公园哈罗卫在10月举行 受限于防疫措施 今年首次不切封闭式鬼屋 改为开放式景区惊客游戏 但成人或小童 都需要领够280元追加门票才能入场 海洋公园说因应社交距离措施 惊客景点也如同整个乐园一样 需要限制七成半的入场率 为了控制人流和提供更好的体验 而改票价模式 今年哈罗卫又别过往蛙鬼迷身客人 会多些利用仪器和效果 避免接触游人 蛙鬼全部都会戴口罩 有些蛙鬼会戴上色彩纷纷的口罩 有些就会戴正式口罩 再在口罩上化妆 东方日报报道 不时走漏新冠确诊个案的检疫酒店 原来可以申请对外开放餐厅等设施 给外人使用 有酒店甚至开放健身设施和泳池 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昨晚批评有关安排并不理想 认为检疫酒店所有地方都高危 即使将酒店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接待外人出入 仍然有机会形成防疫漏洞 令到病毒传入社区